第十四核电 我们验证了发射区的全流程 而且还借此机会进行了一些发射预案的 都包括推迟两小时发射 包括推进器的卸回演练 整个核电是取得了原本性 后续明天的计划就是进行逆流程 把舰体返回技术区 再准备进行核电期间问题的整改 然后再迎接正式任务的发射 此次我们一号工位 是没有进行真实的推进器加注 主要是进行了带电带气的信号联系 因为我们在上游已经进行了 飞行器的加注演练 所以此次演练没有进行飞行器的加注